国民党立委屡学章2号在党籍立委候选人 政政前竞选总部举行逆风奋起 找回台湾新希望新书发表会 会中除了讲述新书内容和给执政者的建议 在支持中立委屡学章也举例 德国议会代表来到台湾 德国议员平均只有30多岁 在此之后他就有交棒给年轻人的想法 因此他也全力支持政政前参选进入国会 德国有十位左右的国会议员 要来拜访党中央 那希望我能够代表党中央来接见他们 结果我去了以后你们知道吗 他们那个十位左右 不知道十位还是十二位的国会议员 平均年龄多少岁你知道吗 30岁平均年龄30岁 哇 我看到他们 我就说哎呀 我看到你们 我就看到德国的希望 德国的未来 从那个开始 我心里就有打定主意 希望我要给年轻人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 尤其是优质的年轻人 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来 那我们可以转部分区也好 或是做其他的职务 来奉献我们的心力 所以当时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立委吕学章推崇政政前学友专精 而且形象清晰认真热忱 面对竞争对手的不对称选战 吕学章也肯定政政前请走基层 是展现诚意的表现 吕学章委员他提系后进真的不以为力 他刚提到说他之前在跟德国的国会议员 互动的时候 他就兴起了要提系后进的一个念头 那么在这一次整个是 分围当中的时候他也具体去落实了一个 世代交替的动作 那么对政权很多的鼓励跟提息 每一次的所有的造势场的委员一定亲自他 那么也帮我们做很多的一个努力 那我想最后的14天 委员他一定会继续给这里更多的鼓励跟提息 那么也希望无数的市民朋友 能够看到委员以后进的一个诚意 那么也给政权更多的鼓励跟支持 选战倒数两个星期 立委吕学章选在这个时候发表新书 除了支持新人进入国会 也是肯定政权前十多年来在议会的表现 同时他也借由新书名称逆风奋起 鼓励政权越战越勇 凯破新竹万十年采访报导